Hello, 歡迎收聽Bilibara Bible 201 繼續講先知書 今次會講以西傑書 其實幾年前都分享過 但最後因為懶惰 以及其他種種緣故 例如技術上 就停止了,沒有繼續講 今次繼續講以西傑書的開場白 第一到第三章 上次簡單地講了 讀先知書需要知道的 簡單來說 on top of 你不停問問題 W7 其實有導向性地去問 就著歷史事實 以及律法書所說的 來繼續追尋神的話語 究竟說些甚麼 之前我們對號入座 跟我們自己說話之前 今次會講講以西傑書 其實以西傑書的結構 比起以塞亞或者耶利米 另外兩卷大仙之書 是來得容易和清晰的 主要來說就是 以西傑見到耶和華這個意象顯現在他面前 然後到他說話 頭的二十四章主要來說就是 當耶和華顯現之後 原來他有個行動和計劃 是離開耶路撒冷 離開他的子民 後面的二十四章 就是講到 以和華為甚麼 或者因為甚麼原因 透過甚麼東西 來回到耶路撒冷 以色列子民當中 這個結構很簡單很清晰 而在過程當中 以西傑見到甚麼東西 神想表達給以色列人 看到甚麼東西 第一章開場白的時候 我們上次很簡單地高呼過 他是在秘魯的人群當中 甚麼事 發生甚麼事 遇到一個異象 而這個異象 無論你怎樣去解釋都好 是說著耶和華的顯現 和引伸到耶和華向以色列人 第二和第三章的說話 才知道的呼召是甚麼 那異象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神要用這個形象 去表達給以色列人 又或是秘魯的人群 看 我們看出埃及記 耶和華向摩西顯現 他是用火中的經濟來講 和當時的設定是很接近的 因為 要說 我百姓所受的苦 我都看見了 所以我現在來 為了拯救他們 脫離法老的手 成為我的子民 有一個奴隸的身份 他是自有 而且現在有 將來都有 似乎你怎樣看中文還是英文 I am who I am 又或是過去和將來自有永有 Anyway 他用一個不滅的經濟 去表達那種自有永有的特性 同時間去提出人在困境中的掙扎 面對著同樣類似的困境 為何這個神要用另一幅圖畫來表達呢 我們看回圖畫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以色傑表達的時候 是充滿了一種電影感和層次 他不是一開始的時候 神向我顯現 他坐在高高的寶座 他不是的 他首先介紹了一些配角 例如四活物 和那些綠 另外 他提到原則就是 他們每個都是直往前行 同一時間 是跟著活物走的 活物是跟著靈來走的 他介紹完一輪這些宏偉特別奇特異象之後 他才慢慢說 活物上面是有窮倉 而窮倉之上有寶座 而寶座之上有主耶華的榮耀光批 所以跟著才說有聲音跟他說話 我在網上找不到一幅我自己滿意的圖畫 這張很明顯是不滿意 但已經是最類似 沒有那麼神幻 因為四活物 是在下面 輪再在附近 而寶座窮就在上面 所以這幅圖畫 其實根本上是不合格的 不過大概讓大家知道了 會比完全不知道 雖然有點混淆 OK 在摩西的時代 以色列人被奴役核制 但他們已經在埃及住了400年 如果根據聖經的話 但現在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是一個戰敗國 他們被人捉了 成為了街下囚 在這種情況之下 究竟有什麼事情 會是以色列人想到的呢 他們都會覺得 他們自己的神沒了道 不夠人抽 不祝福他們 又或者自己做錯什麼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令到你不理我呢 而說榮耀的顯現是要表達一件事 他其實 他已經來到秘魯的人當中 與他們同在 但是 要跟他們說話 要他們謹守進行某些事情 之後就會說 以及解釋 為何他們被奴役 為何他們戰敗的原因 如果不是因為 而說的能力不夠 如果不是因為 而說慈愛不夠 那究竟他們 特別是什麼事情 喲喲得罪神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出現這個異象 你們要留意 幾樣東西 四活物 以及 他的輪 有什麼特徵 他表達四活物的時候 他講到 他們是有 人的面 獅子的面 牛的面 和鷹的面 歷世歷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甚至乎有人 就把他講為四福音 也有人說 但是簡單來說 其實 藉著他表面的意思來說 人當然 是說地上一切的 萬物裏面 人 是有著神形象造的人 他對人說話 人是其中一個活物 是合理的 獅子 是地上最威猛的走手 牛 牛 是經濟農間社會的支柱 而鷹 今天說過 鷹盤全的道 是人不明白的 所以是說神秘的力量 天空上的掌權 這四種東西 都是伏在神的腳下 而且是聽靈的猜獻 來驅王 前行 他自己不敢做任何事 甚至乎要用刺膀 來遮蓋身體 在神面前 當然 你可以解釋多一點 獅子 有人說是猶大 我個人覺得 是代表埃及 如果你看到埃及的獅子 各方面的獅子 是用獅子代表自己 鷹 如果你看到亞術的文獻 巴比倫和亞術 是用鷹代表自己 所以要有鷹身人頭 無論如何解釋 四活物是代表天下的萬物 最威風的一群 但是現在只不過 成為了神的巧夫 接著我們再看 鷹 每個鷹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永遠只向前行 為什麼這樣呢? 原來考古學家發現 人類一開始的時候 的戰鬥 是用馬車的 但是問題就是 所有的馬車 為什麼用馬車 因為以前 發明馬鞍未做好 以至於 人坐在馬上 就動來動去 吊吊吊吊 打仗的時候 你動來動去 射箭也射不好 打仗也不方便 所以 唯有用馬車 最初頭是用馬車的 而馬車的 那輪 只能向前行 是不可以 轉左轉右 或者角度是很差的 所以 你打仗之前 要擺好陣勢 向前面 如果不是 人類在側面打過來 便會輸 記得 在埃及 跟客人 打仗 最後埃及 贏 就是因為馬車 不能夠轉彎 本來 客人是贏 埃及 但因為他們掛著 搶掠 於是 他就不留意 旁邊 有一些馬車衝過來 結果 大敗 埃及 成為了近東的霸主 因為那場仗 以西傑時代 他怎能夠表達到 一架戰車 可以四面八方走 而不需要停下來 轉頭再走 他唯一可以說的是 四面八方都有車輪 各往前行 但不需要轉彎 你都可以直去 他在說的是 意思是 這架不僅 異象表達的是 蛇禍 是一個戰神 騎著一架無敵的戰車 不僅是可以向前衝撞 而戰車上的戰馬 是天下四大最強的勢力 而且 這架戰車是四面八方 他都不需要轉彎 他想說的是這件事 而不是像五馬分屍一樣 每個直往前行 究竟向哪個方向 一走的時候 便會分散 他在說的是 爆炸力和戰車的實力 當他要表達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想說 而奧華的能力 他其實可以戰勝一切 他亦可以利用埃及的勢力 和巴比伦的勢力 來供他使用 讓他的子民 去明白 讓全地去曉得 而和華才是主 所以 以西結書裡面很強調一件事 這樣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華 很強調這個詞 然後 以西結想去介紹給以色列人 他是被選擇的先知 他想以色列人去聽明白神的說話 但他知道以色列人是沒有心機再去聽的 你想想 你失敗了無數次 你還有什麼心情再去聽任何事 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不開心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心機靈收 雖然當時最需要靈收 同樣的時候 以色列人沒有心機去聽 以至於以色列人要表達 或者神要跟他們說話 哄他們 聽我說 聽才有路走 的時候 他要用一種有電影感 和說到神其實是戰神 他沒有輸的現象 來表達 當然 你之後跟手的問題 就會問 你說的就是天下無敵 你現在實際上是輸了 還在這裏支持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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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 能和你們 想說